因为有周迅和霍剑花竹岩,加上之前等待播出的时间太久,如意传这剧真是自带热度。 8月20日晚上在腾讯首播,今天就满屏都是如意的讨论,连约搜导也被如意传的相关话题霸占了,周迅以应后之资来演古装剧。 在拍摄阶段如意传就掉足了众人胃口,熟练昨晚刚开播,刷屏朋友圈的竟然大多是对周迅的吐槽之声。 争议声最大的,就是第一集周迅演《少女时代》的轻音格格,在少年时代的乾隆谈恋爱的纯情戏码,被部分网友吐槽,夹头叫新成员。 虽然身为周迅路人粉,但本刀不得不承认,迅哥看起来有一点点焦,不过动态却好多了。 这段戏本里周迅表演上的细节,又让人觉得可信,正是那种情斗初开的女子,见到新少人的神态。 第二集里面,两个人成花时的喜马,周迅这个一身新娘装,红配绿的造型,加上高清特写,同样里观众feu到了塑胶感,但动态还是不一样,观感好得多。 周迅的演技啊,不服不行,第一集,第二集过后,正式进入乾隆登基之后的宫内戏份,各方人物都对上了他们的位置,开始渐入佳境了。 周迅展现出他身为哭戏最强女演员的强大演技,比如第二集,周迅跟霍建华对系的这段哭戏,是角色抱了一颗腹死的心,跟爱人要诀别,不能说出口,想哭又拼命压抑,只能用力将眼泪压下去。 第三集,周迅跟扮演,他姑母的陈冲之间的一段哭戏,两位女后的演技啊,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陈冲喝下毒药, 独发身亡之际,叮嘱周迅乌拉纳拉氏一定要做皇后,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,那一年,贤弟封我为皇后,那是我最好的时光。 声音殊荣,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 渐渐涛散力眼神重新发出舌坏,犹如回到了那年,他口中最好时光,而周迅这段哭泣,没有更多语言,哽咽中只叫了两声姑母。 但脸上的微表情,回头看毒药杯子的动作,手上颤抖,只抚摸姑母一间的动作,都将角色的震撼,伤心表露无疑。 不少网友中口语词,表示要吹爆周迅的哭泣,第一集还不适应,结果第二集哭泣把我安排得明明白白的,周迅和陈冲的演技,真的是贵了。 两位影后的对戏和哭戏,太太太过瘾了啊,周迅这演技是真的服,这哭戏这细节这眼神都是戏啊,周迅的哭戏和陈冲乌军妹的豆发别太难寻了。 像当年,周迅在李米的猜想中一段哭戏,被封为哭戏教科书,在画皮中,他扮演的小微的哭戏,也是同样感人,如今如一传当中,周迅的哭戏,都是正常水平发挥了。 至于周迅的生意,燕嗓那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生意,张博之也是小燕嗓,可不妨爱把台词说得很带感啊。 现在今天发的那条意思维护周迅还上了六搜的微博,说的就是周迅的声音,有,很多女生从小就不是小戏嗓,很特别啊,而不少网友也替周迅被吐槽丫头叫来名不平,一边喷中国影视市场对中年女演员不友好,一边骂周迅丫头叫,其实周迅一向是古装罪灵,的女演员之一了, 16岁拍谢铁离导演的电影《古墓荒斋》,24岁拍李少红电视剧《大名公辞》,演小太平,98年的戏,32岁拍了冯小刚的电影《夜夜》,34岁拍了《乌尔善》的电影《画皮》,37岁拍了《画皮尔》,40岁拍电视剧《红高粱》,如今这不如一传,也是周迅婚后接的第一部电视剧, 1974年出生的周迅,2016年拍摄《如意传》,时台已经42岁,花了9个月的时间,只认真拍摄一部剧,昨天周迅工作室发文,也曝光了他在拍摄《如意传》时的画室照片,化妆室,他都已经快到睡觉,开播不到24小时,如意传的豆瓣平分6.5分,思以为后期播出还会看涨, 而以往读播的播放量,不到24小时已经两亿次,如意传2016年8月23日开机,9个月杀青,《严席攻略》2017年6月14日开机,4个月杀青,时也命也,如意传拍得比《严席攻略》早,拍摄周期也比《严席攻略》更久,是对方的两倍,可如意传却被艰辛的上星之路耽搁了,结果针住网播的《严席攻略》, 感到再往上宣布,成了道具,而且两句同时播出,自然要被拿来比较一番,那么如意传能否后来居上,见识反超呢?